周氏錦囊 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事況 我周中俊昌 見到港股今天高開走低 成交超級薄弱 市況差 其實最近很多數據 包括中國、美國 都不太好 有隻股份公佈業績管理層的言論 都頗令人 多值得大家細微一下 文化控股1999 另外 拜登未來簽署行政命令 是否會利淡相關的股份和板塊呢 說回昨晚 因為債務危機的憂慮舒緩 美股稍為向好 道指升48點 納指升80點 港股原本開出來也不差 但高開走低 中五馬也有得升 不過就升幅收窄 只有78點 成交412億也不足夠 北水淨買入6億左右 有甚麼板塊升呢 科技股、澳門 即是豪島股 和燃氣股板塊上升 啤酒股、電信股 這兩個板塊都要下跌 而外資 即是藍水 只賣出39億 這麼多 剛才說過 要細微一下文化控股 其實文化控股做梳化 大家都知道 典型內需的股份 而且 比較耐用品 可能和整體消費 或者房地產市道 比較相關 集團去年營業額下跌了18.4% 順利下跌了14.8% 無利率 可以升 38.5% 主要原因 可能是來自原材料價格有所下跌 但如果再攤開 剛才說全年 攤開上下半年來看 下半年 其實順利跌幅很誇張 接近25% 管理層解釋 因為去年 其實是中國市場 受疫情影響最嚴峻的一年 這個大家 我覺得都可以理解 但重點就是下面這裏 管理層表示 其實說回前景 就是接下來會怎樣 他們認為內地的消費 仍然疲弱 而地產市道 我這裡用交叉 大家也可以考慮成是較悲觀的 大家都明白 你沒有新樓 那些人沒有買新樓 怎會無端端去換傢俬 換梳化呢 所以如果房地產市道差 其實是會導致未來兩三年 其實兩三年 是否正確是兩三年 還是更加長呢 總之管理層的指望 未來兩三年 那個家具的銷售 可能都要持續下滑 而海外市場又怎樣呢 其實大家 看最近的數據都不太好 美國那邊 而在敏華身上 也面對海外市場的高庫存問題 我相信很多 敏華發生的事 可能我覺得去管理層 是比較直接一點 我想對於很多內需的股份 或者公司 或者企業 他們都會有很多 類似的處境和問題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都不止一頁之秋 因為最近的數據 或者大家看到 五一黃金周的消費模式 即是那種消費降級 都其實表明了 中國和全球的消費 都已經在走躍著 好 另外一件 就是重點事件 拜登的行政命令 簡單說說 其實市場就預計了 美國總統拜登 接下來可能是19至20日 就會在日本的G7峰會之前 簽署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是說甚麼 應該是限制美國 或者叫美國資金 對中國部分高科技領域的投資 其實說回來 拜登上任了兩年多 因為今年是總統任期的第三年 其實拜登政府已經對於 對中國的半導體出口 採取了實體清單等措施 限制中國獲得高端的晶片 預計這個行政命令 可能會針對其他高端科技 AI技術 生物科技等等的投資 不過 這裏可能要看看 但如果你看回中芯那些 除此而言 未必受美國單方面的投資限制影響 即是我在說股價 而一般的分析都認為 美國其實不想在現階段 完全跟中國脫偶 但其實趨勢都是逐步逐步脫偶 所以除了一般市況資訊之外 大家都要留意 看看拜登這個行政命令 有沒有令市場驚喜或驚嚇的措施 希望可以繼續和大家抽時間 分析市況 整理資料都需要花點精力和時間 希望大家一定要Like這條影片 給點鼓勵和支持 有任何疑問或建議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就這樣 多謝大家 拜拜